柚子皮放在卧室 竟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很多人会在新装修的房子里 放上柚子皮趣味 有些人放一个柚子在床头 以帮助睡眠 那柚子皮到底可不可以放在卧室里呢 这题有什么样的作用 下面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柚子除了果肉可以食用外 果皮也有很多用处 常见的是用柚子皮制成蜂蜜柚子茶 还有用柚子皮去一味 那柚子皮可以放在卧室吗 下面我们大家就一起了解一下 柚子皮放在卧室是可以的 新鲜刚打开的柚子皮有一股清香味 放在屋子中可以起到一个净味的功效 而且柚子皮会发慢 放在房间两到三天后都可以闻到香味 是比较环保的净味方式 柚子皮放在房间里面不仅能够起到净味的功效 还可以帮助吸附房间中的有毒 有害气体 刚刚装修的房子或者房间流油甲醛 和其他化学成分残留 放一些柚子皮在房间里不仅可以净味 还可以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作用 柚子皮中含有一定的水分 放在房间中超过三天水分就会蒸发掉 开始变得干扁甚至是发霉变质 再放在房间对身体就有危害了 因为霉菌长时间待在空气中 会通过呼吸进入人体 所以柚子皮放在卧室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天 柚子皮放卧室的作用包括 帮助睡眠 防虫 驱除惠味 第一 帮助睡眠 利用味道调节生理机能是气味疗法 其历史由来已久 《皇帝内经》及《红楼梦》中都有过描述 现代研究发现 方向分子能够与人的嗅觉感受 其结合 启动一系列化学反应 作用于大脑的边缘系统 及主管情绪的大本应 不同的气味 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柚子等柑橘类水果的果皮中含有散发香味的注吸 能刺激大脑产生脑电波 使大脑放松 从而助眠 柚子的香气通过嗅觉到达神经中枢 可消除大脑疲劳 舒缓烦闷情绪 达到助眠的目的 其香气还能加速淋巴细胞排毒 对缓解上班族因压力 熬夜造成的脂肪堆积很有效 第二 可防虫 将成内面的白金丝镜 放在通风处吹干 再晒干水分 用自由小孔的袋子装好保存 可放于衣柜角落或泥桶内防蚊虫 第三 放在房间里去除灰味 把柚子皮放在卧室里 可以去除卧室异味 柚子皮用处多多 可用来洗澡 还可美容又防蚊 柚子的表皮富含精油 熬成汤汁之后加到洗澡水中 不但具有美容效果 也能防止受到蚊虫的叮咬 因为蚊虫不喜欢柚子的味道 柚子还可以作为冰箱的除臭剂 把包下来的柚皮放在冰箱的角落 柚皮的清香可以有效地消除冰箱中的异味 在选料上 最好选用泰国精油的柚皮 因为泰国精油的皮比较厚 而且洁白 香气又浓郁 如果用未成熟的广西沙田柚皮的话 那就更好了 柚皮更厚 香气也更浓 那可是难得的好材料 或是放什么水果皮好 菠萝 在每个房间放上几个 房间比较大就多放一些 因为菠萝是粗纤维类水果 既可起到吸收油气味 又可达到散发菠萝的清香味道 加快清除异味的速度 起到了两全其美的效果 柚子皮 橘皮 柠檬皮 家里平时吃水果包下的皮 不要丢掉 在房间里摆放橘皮 柠檬皮等物品 也是一种很有效的趣味方法 不过它们的见效不会很迅速 柠檬用柠檬酸剑湿棉球 挂在室内以及木器家具内 可快速清除残留油气味 菠萝蜜 刚装修过的房屋 往往有天哪水等各种刺鼻的化工原料气味 把菠萝蜜破开度放在屋内 由于菠萝蜜个体大 香味极浓 几天就可以把一味吸光 此外橙子 菠萝 芒果 苹果等水果的皮都很香 不过在常温下放时间不能过长 是经常更换 否则可能要俯视变坏 反而弄脏房间 2 2 4 4 7 10